欢迎回到住民大头家7月6号 有不少韩粉开开心心到了高雄 要去力挺高雄观光日 但是却发生了所谓的香蕉煎饼之乱 就有很多的媒体去报道说 韩粉很不理性啦 怎么跑到香蕉煎饼店区大小生呢 但是我们还原真相却发现 这难道是一场涉及陷害吗 怎么说我们带你一块来看看 民事新闻的这段画面 香蕉煎饼说一份要卖韩粉一千块 这么便宜啊 太便宜了吧 那带姐要不要去买一份 好啊 走啊 让第一位支持的韩粉 是啊 是啊 可以啊 敢不敢啊 敢啊 怕什么 香蕉煎饼说一份要卖韩粉一千块 这么便宜啊 太便宜了吧 那带姐要不要去买一份 好啊 走啊 让第一位支持的韩粉 是啊 是啊 可以啊 敢不敢啊 敢啊 怕什么 好 手中的麦克风非常明显 上面写的是民事两个字 其实呢 是记者去呢 告诉这位韩粉说 有这个香蕉煎饼店 一份卖韩粉一千块 你要不要去当第一个支持的韩粉呢 哇 原来是记者带着这两个人 走进香蕉煎饼店的耶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拿到的是高雄的这个监视 秘露监视器所拍下来的画面 一刀未剪 但您还原真相 一半一千块 是不是 一半一千块 是不是 这几千啊 大姐 我付叫好 大姐 我付叫好 我付叫好 签名在哪裏? 签名在哪裏? 這個是泡免韓國瑜的耶? 我怎麼可以泡免韓國瑜咧? 我弄蒜咧? 一定要去前面幫他們用 有在推行那個泡免韓國瑜的 這是我自由嗎? 好,那我去買 好,謝謝 掰掰 掰掰 沒了 大姐這樣就不能抓大財了耶 沒有了,你看我就說啦 一句話惹弄他們 這是我自由 這個妹妹有簽嗎? 沒有,妹妹他們要簽 你們有簽嗎?要罷免的 我們不是高雄人 可是我們超想要罷免他 如果我們是高雄人一定會簽 你們今天會是特地來的嗎? 當然不是 我們絕對不會想要來看韓國瑜 但是如果可以罷免的話 我們一定會特地來罷免 只是經過來玩 那你們為什麼會對他反彈這麼大呢? 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等一下你看簽名吧 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然後開空投資票就會對空話 然後想說 65歲以上都要養 那郭台銘說0到6歲就要養 那如果誰說 6歲到65歲他們要養的話 我就偷誰 那他們這家店說 如果是韓粉的話 來和韓國瑜凍蒜 就會一份買一千塊 那你覺得今天會有人來吃嗎? 我會啊 所以你覺得罷韓的會比較多 要是我就會 可是你剛剛沒有買啊 但是你們是要罷免韓國瑜的 為什麼要罷免韓國瑜 他哪裡不好 他哪裡不好 韓國瑜他哪裡不好 小姐他是顧客 我覺得他很好 我也是顧客 那你不能兇他啊 我沒有兇他啊 你們為什麼要說韓國瑜不好 他哪裡不好 你告訴我 他哪裡不好 我覺得就是他很好 那哪裡好呢 我親眼看到他很好 親眼看到他做事的 是我親眼看到他做事的 小姐你不能這樣 他是妹妹 我也是 他是小孩子 他不是小孩子 他怎麼可以這樣講韓國瑜 這為什麼可以說韓國瑜不好 我告訴你我也有在錄影 好 錄影啊 對啊 我說韓國瑜好 他具體去哪裡 大姐你不要這樣子 他哪裡不好 你不能這樣 學生而已 你告訴我韓國瑜哪裡不好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由 我告訴你 你去看看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由 馬路 不是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華夏路的馬路 水溝全部都在清 全部都在清 我就住在那裡 我親眼看到的 下水道的工人 都在裡面一直清下水道 以前陳菊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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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可以聽到的 這就是當時完全的經過原因重現 但是後來我們在電視上面所看到 經過剪接的這些新聞的片段當中 只剩下這位韓粉大姐好像很生氣喔 你看到這個新聞標題說呢 罷免韓國瑜高雄明田點免費送 但是韓粉竟然登門怒罵去死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畫面明明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韓粉他沒有登門去怒罵 他是被記者帶進去的 我想請教一下有志哥 你看完了剛剛整個還原的經過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可怕 怎麼會我們做記者的 看到這樣子真的是有點無言以對耶 因為我們做新聞的時候 這一定是一種誘導式的採訪 未免說我過於偏頗偏袒 那我還是得先說這位大姐 在韓國瑜的愛與包容之下 你確實有情緒稍微偏掉了 我覺得如果那時候不要再有折返回來 也許後面的事情都不會再發生 這部分我必須要先講 但是如果秉除這一點 如果大家把這一段拿掉的話 從頭到尾你會覺得 那這真的就是一個局 你幾乎就是一個 就挖一個洞在那邊 一個褲子在那裡 請君入望 我覺得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 原因我們採訪那麼久 我們到了這個現場 也許這幾位記者 他看不到他們要拍的東西 只有這兩個自稱 來自於非高雄的妹妹 他也知道訪問不下去 他看到有韓粉經過 見烈欣喜 就派某幾個人說 有沒有要去把它勾進來 搞不好等一下有很好玩的畫面 這是一個心態的不對 第一個心態的不對 第二到了現場之後 我相信以前我們採訪的過程 我們一定會把整個完整揭露 要是你跟我們那時候的採訪經過 我一定會跟當事人講說 兩位阿姨你們是韓粉對不對 裡面這幾個店 他在罷免韓國瑜 但是一個香蕉煎餅要1000塊 你們敢不敢去挑戰 但是不要激動 不要情緒 只要問你有這樣的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那如果兩位大姐不進去 我覺得這樣子不應該也不好 大姐謝謝就走了 我相信後來後面 不會有這些事情 我覺得記者很希望進去 然後看到以下的這些畫面 有這個達成目的了 你剛剛提到很重要 你覺得其實這個記者他的心態上 可能已經有一種希望可以誘導 達到某些目的的 這樣一個作為了對不對 我相信你今天採訪中心 應該很謝謝你 造成了衝突的畫面 這一段的不停的轉播 不停的重複播放 收視率也達到你要的目標了 可是我們記者所謂何事 我們記者應該去幹這些 導演之內的事情嗎 我們採訪的是真實面 我這也許現在的記者 他們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記者的理念 跟我們的守則新聞道德 是一定要堅守在一個範圍的 很多人看到這一段 其實對於這一位韓粉 其實是感到非常心疼不捨的 但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繼續討論